今天有沒有你認識的? 沒有 這是誰嗎? 石舟 還有呢這個頭上配叮叮叮叮的 道舟 還有身體長長的這個是誰啊? 手表 那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他叫做掛舟 我們一起說一次 掛舟 沒錯 好多好的小幫手 那你們找找看 我們教室裡面的小幫手 有找到嗎?在哪裡啊? 在哪裡? 是什麼形狀的 圓形 裡面是什麼顏色啊? 白色 好小燕姐看今天 等一下這個小幫手 他也會幫我看 小朋友有沒有乖乖聽故事 可以嗎? 這一天啊 老神仙啊 他決定喔 要把所有的小幫手叫回來 想要聽聽看 到底哪一些小朋友很厲害喔 這時候 掛舟馬上去舉手了 他跟老神仙說啊 老神仙 唉呦我跟你說啊 住在那個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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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天啊 就是一位野狼哥哥 唉呦 那個野狼哥哥喔 真的是表現的 唉呦 夠糟糕的 你趕快去看看他啦 野狼哥哥 我們一起跟老神仙去看野狼哥哥 到底有多糟糕好不好 可以嗎? 好我們小角片小山洞 小角皮 等一下金玉姐姐說Ready 你們幫我說Go 可以嗎? 好準備囉 Ready Go 你還沒到喔 再來一次喔 Ready Go 到了嗎? 到 哪一個是野狼哥哥啊 野狼哥哥啊 野狼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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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還在睡覺 天啊 你們看過已經下午幾點鐘了 野狼哥哥還在睡 野狼哥哥還在睡 好 好 那我說野狼哥哥 你們幫我說 起床了 可以嗎? 好準備囉 野狼哥哥 起床了 哎呦 還在睡 再來是 野狼哥哥 在我這邊有耳朵嗎 還在睡 你們會跟他一樣睡到下午都不知道起床 會嗎 厲害 野狼哥哥你真的要在家家遊了啦 哎呦 他在家 野狼哥哥 他的房間怎麼這麼 很傷 而且好軟 有沒有小朋友可以跟我說 野狼哥的房間 那你很糟糕啊 你來測試喔 他吃完的東西 而且還有吃剩下的 直接放在桌上 那你很糟糕 對 你很糟糕 你會不會過